萧和 配人也 以文无害为配主立愿 高祖为不一时 术以立是护高祖 高祖为亭长 常幼之 高祖以立遥咸阳 立接送奉前三 和独以五 秦玉使坚俊者 与从事变之 何乃给似水族使事 第一 秦玉使玉入严征和 何故请 得五行 及高祖起为配公 何常为成都市 配公至咸阳 朱将皆征走金 伯 财务之府 分之 何独先入收秦丞相 玉使律令图书葬之 配公拒之天下恶塞 户口多少 强弱处 民所疾苦者 以何得秦图书也 初 诸侯相语曰 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帝 配公即先定秦 相语后至 玉工配公 配公谢之德解 与遂屠烧咸阳 与范增谋曰 八 蜀道险 秦之千民皆居蜀 乃曰 蜀汉一官中帝也 顾立配公为汉王 而三分关中帝 王秦将将已拒汉王 汉王怒 欲谋公项羽 周伯 贯英 凡快皆劝之 何见之曰 虽亡汉中之恶 不犹豫于死乎 汉王曰 何为乃死也 何曰 今众福如 百战百败 不死何为 周书曰 天语不取 反授其旧 宇曰 天汉 其称甚美 夫能屈于一人之下 而信于万成之上者 汉 五世也 臣愿大王王汉中 养其民以至贤人 收用八 蜀 还定三秦 天下可徒也 汉王曰 善 乃遂救国 以何为丞相 何尽韩信 汉王以为大将军 说汉王令隐兵东定三秦 与再信传 何以丞相刘收八 蜀 田府预告 使给军使 汉二年 汉王与诸侯基础 何守关中 是太子 智利阳 为令约束 立宗庙 设计 公事 献议 折奏 尚可许以从事 急不急奏 这以便 仪施行 上来以文 济护转草给军 汉王树施军顿去 何常兴关中族 这不缺 尚以此团属任何关中誓 汉三年 与相与相聚经 所兼 上述史史劳苦丞相 报生未合约 金王报一漏盖 树劳苦君者 有一军心 为君记 没落前君子孙昆帝能圣兵者 西一军所 上亿信君 于是何从其记 汉王大说 汉五年 以沙项羽 及皇帝位 论功行丰 群臣争功 遂于不绝 上以何功最盛 先锋为赞侯 十亿八千户 功臣皆约 臣等身被兼职兵 多 者百余战 少者数十和 功臣略地 大小各有差 今萧何位有汉马之劳 图持文莫一论 不战 故居臣等上 何也 上约 诸君之列呼 约 知之 知列狗呼 约 知之 上约 敷列 追杀受者狗也 而发纵指示 受处者人也 今诸君 图能走的增儿 功狗也 致如萧何 发纵指示 功人也 且诸君 独以身从我 多 者三两人 萧何举宗 数十人皆随我 功不可望也 群臣后 皆莫敢言 列侯必已受封 奏位赐 皆约 平阳侯曹参 身被七十创 功臣略地 功最多 宜第一 上已饶功臣多封和 智位赐位有以赴难之 人心愈合第一 官内侯厄秋时为业者 晋约 俊臣一皆悟 夫曹参虽有也 战略地之功 此特一时之事 夫尚与楚相聚五岁 师君王众 跳身顿者数以 人萧何常从关中遣君不其处 非尚所照令照 而数万众会上罚绝者数以 夫汉与楚相守行阳数年 君无见粮 萧何转曹关中 几时不乏 陛下虽数王山东 萧何常全关中待陛下 此万事功也 今虽无曹参等百数 何 缺于汉 汉得之不必代以权 奈何欲以一旦之功加万事之功哉 萧何当第一 曹参自知 上约 善 于是乃令和第一 自带剑旅上殿 入昭不屈 上约 吴文尽贤受上赏 萧何功虽高 戴厄君乃得名 于是因恶秋故所食官内侯亦二千户 封为安平侯 逝日 西风和父母兄弟十余人 皆十亿 乃一封和二千户 以长遥咸阳时和送我独营前二也 陈希反 上自江 至邯郎 而韩信某反观中 吕后用和计诸信 于在信传 上以闻诸信 使使拜丞相为相国 一封五千户 令族五百人一都位为祖国位 诸君皆赫 赵平独调 赵平者 故秦东陵侯 秦破 魏不一 亭 中瓜长安城东 瓜美 故侍卫东陵瓜 从赵平时也 亭未合约 获自此时矣 上暴露于外 而君守于内 非被史时之难 而亦君封至位者 以今者怀音心反于忠 有疑君心 夫至魏魏君 非以宠君也 愿君让封勿寿 西以加斯才左君 何从其计 上说 祈求 情不反 上自江激之 述时 述时时问相国何为 曰 双隐号 魏尚在君 辅寻免百姓 西所有左君 如臣西时 客又说何曰 君灭族不久已 夫君未为相国 公第一 不可复佛家 人君出入关 本的百姓心 时余年已 皆赴君 上父滋滋得民和 上所谓数问君 为君轻动关中 今君胡不多买田地 见时代已自污 上心必安 于是何从其计 上乃大说 上罢不君归 民道遮行 上书言乡国强建买民田宅数千人 上至 何夜 上孝曰 今相国乃立民 民所上书皆已与何 曰 君字谢民 后何为民请 曰 长安地侠 上林中多空地 戏 愿令民得入田 无收稿为寿时 上大怒约 相国多受假人财物 未请无怨 乃下何庭位 谢系之 数日 王位卫世 前问约 相国胡大罪 陛下系之报也 上约 无闻里斯 相秦皇帝 有善归主 有恶自语 今相国多受假数金 未请无怨 以自媚于民 顾系致之 王位卫曰 夫之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 真宰相是也 陛下奈何乃一相国受假人前呼 且陛下俱处数岁 陈希 情不反时 陛下自将往 当 世时相国守关中 关中瑶族则关西非陛下有也 相国不以此时为例 乃立假人之今呼 且秦已不闻其过王天下 夫里斯之分过 又何祖法哉 陛下何以宰相之前也 上不义 世日 时时迟节 设出和 何年老 素宫景 涂显入谢 上约 相国修矣 相国为民谨无怨不许 我不过为节 咒主 而相国为贤相 无故细相国 欲令百姓闻无过 高祖崩 何是会帝 何并 上亲自临世何籍 因问曰 君几百岁后 谁可带君 对曰 知臣莫如主 帝曰 曹参何如 何顿守曰 帝德之矣 何死不恨矣 何买田宅必居穷辟处 为家不置圆屋 曰 今后是贤 师无简 不贤 无为是家所夺 孝慧二年 何轰 是约文忠侯 子禄四 轰 无子 高后乃封和夫人同为赞侯 孝子言为祝阳侯 孝文元年 霸同 更封言为赞侯 轰 子一四 轰 无子 文帝父以浅帝则四 有罪免 仅第二年 至兆玉使 故向国萧和 高皇帝大功臣 所语为天下也 今其四诀 镇慎连之 其以武阳 献护二千封何孙家为列侯 家 则帝也 轰 子胜四 厚有罪免 五帝元寿终 赴下诏玉使 以赞护二千四百封何曾孙庆为赞侯 布告天下 令明知镇报萧向国得也 姓 则子也 轰 子寿成四 作为太常牺牲受免 宣帝时 赵丞相 御使求问萧香国后再者 德玄孙剑士等十二人 附下诏以赞护二千封剑士为赞侯 传子至孙祸 作使奴杀人简死论 成帝时 赴丞和玄孙之子南长喜为赞侯 传子至曾孙 王莽败乃绝 曹参 配人也 秦时位 御苑 而萧何为主力 居现为豪利义 高祖为佩公也 参宜中捐从姬胡陵 方宇 宫秦兼公军 大破之 东下靴 姬四水守军靴锅锡 复公胡陵 取之 洗手方宇 方宇返为位 姬之 风返为位 公之 四绝七大夫 北姬司马新军荡东 取胡附 齐善智 又攻下一乙息 至于 姬秦将张寒居起 公元七级抗父 先登 先为五大夫 北旧东阿 姬张寒君 献臣 追至濮阳 攻定陶 取林纪 南旧雍秋 姬里游君 破之 沙里游 鲁秦后义人 张寒破 沙向两野 佩公与项羽引兵而东 楚怀王以佩公为荡郡长 将荡郡兵 于是乃风参直伯 昊约建成君 先为七宫 属荡郡 其后 从宫东郡卫君 破之城武南 姬王离君 承阳南 右宫杠礼 大破之 追北 西至开封 姬赵奔君 破之 为赵奔开封城中 西姬秦将杨雄君于区域 破之 鲁秦司马及域使各一人 先为直规 从西宫阳武 夏幻元 沟氏 绝合金 姬赵奔君施北 破之 从南宫秋 与南阳首以战阳城郭东 献臣 取婉 鲁蚁 定南阳郡 从西 攻武官 摇官 取之 前宫秦军兰田南 右夜积齐北军 大破之 遂至咸阳 破秦 项羽志 以佩公为汉王 汉王封参为建成侯 从至汉中 先为将军 从海定三秦 宫下辩 顾道 雍 离 姬张平均于好至南 破之 为好姬 取攘香 姬三秦军攘东及高丽 破之 父为张平 平出好至走 因姬赵奔 内食宝君 破之 东取咸阳 更名曰新城 参将兵守景023日 三秦史张平等功身 参出姬 大破之 自食意于宁秦 以将军 以将军 引兵为张寒废丘 以中尉从汉王初临进关 至河内 下修武 杜维金 东基隆且 项陀定陶 破之 东取荡 萧 彭成 姬向集军 汉军大败走 参以中尉为为取雍秋 王武反于外皇 城处反于燕 往基 进破之 至 祝天侯反于燕 世 进破取燕 世 积予应于昆阳 追至夜 还宫五强 因至行阳 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 从姬诸侯及相王 拜 还至行阳 汉二年 拜为贾左丞相 入屯兵关中 岳于 为王报返 以贾左丞相别与韩信东宫位 未将孙宿东章 大败之 因公安逸 得 未将王乡 即位王于取羊 追至东远 生获未王报 取平阳 得报母妻子 禁定位帝 反五十二线 四十亿平阳 因从韩信基兆向国下说君于乌东 大败之 斩下说 韩信与故常山王张儿引兵下警刑 积成安君臣于 而令参还为赵别将七宫于乌城中 七宫出走 追斩之 乃引兵义汉王在所 韩信已破兆 未相国 东基齐 参以左丞相属焉 攻破其立下君 遂取林兹 环定纪北郡 收住 洛阴 平原 阁 卢 以而从韩信基隆且君于上甲密 大破之 斩 龙且 鲁亚江周兰 定其郡 凡得七十县 得故其王田广香田光 其首相许章 即故将军田记 韩信立为其王 隐兵东一臣 与汉王共破项羽 而参留平其位辅者 汉王及皇帝位 韩信喜为楚王 参归相应焉 高祖以长子肥为其王 而以参为相国 高祖六年 与诸侯剖福 次参决列侯 十亿平阳万六百三十户 世事物决 参以其相国基陈西江章春 破之 情不反 参从道会王将车其十二万 与高祖会基情不均 大破之 南至齐 还定主义 相 肖 刘 参公 樊下二国 现百二十二 德王二人 相三人 将军六人 大莫肖 郡守 司马 侯 御史各一人 孝慧元年 除诸侯相国法 更以参为其丞相 参之相齐 齐七十成 天下出定 道会王赴于春秋 参进赵长老朱先生 向所以安及百姓 而其故诸如以百数 言人人书 参为之所定 闻交稀有盖公 善至皇 老言 使人后必请之 寄见盖公 盖公为言之道 贵清净而民自定 推此类据言之 参于世必正堂 舍盖公焉 其制药用 皇 老树 故乡其九年 其国安及 大称贤相 萧和轰 参文之 告涉人去至行 无且入相 居无和 使者果照身 参去 属其后相约 以其遇事为祭 甚物扰也 甚物扰也 后相约 至无大于此者乎 参约 不然 夫遇事者 所以并容也 今君扰之 兼人安所容乎 无事已先知 使参微时 与萧和善 即为宰相 有戏 至何且死 所推贤为身 参代何为相国 举世无所变更 亦遵何之约束 则郡国力长大 乐于闻此 谨后长者 即兆 除为丞相使 立言文刻身 欲勿声明 则斥去之 日夜饮酒 清大夫以下 立即宾客见餐不适时 来者皆欲有言 智者 参者饮以纯酒 度之欲有言 复饮酒 醉而后去 终末的开说 以为常 相舍后援尽力舍 力舍日饮歌乎 从力换之 无如何 乃请参游后援 闻力最歌乎 从力行相国照案之 乃反取九章作以 大歌乎与相贺 参见人之有戏过 也逆覆盖之 府中无事 参子竹为中大夫 惠帝怪相国不至事 以为其少正宇 乃未竹曰 女归 誓思从容问乃妇曰 高地心气群臣 地赴于春秋 君为相国 日饮 无所请示 何以忧天下 然无言无告女也 逐记喜目归 时间 自从其所见身 参怒而吃之二百 曰 去入世 天下是非乃所当言也 至朝时 地让参约 与竹湖至乎 乃哲我始见君也 参免官谢约 陛下自查圣武 属与高皇帝 上约 镇乃安敢望先帝 参约 陛下官参属与萧和贤 上约 君寺不及也 参约 陛下言之事也 且高皇帝与萧 合定天下 法令纪明具 陛下垂拱 参等守职 尊而勿施 不亦可忽 惠帝约 善 君修以 参为祖国三年 轰 誓约一侯 百姓歌之约 萧何为法 讲若话依 曹参代之 守而勿施 在其清静 民以明依 竹四侯 高后时至御史大夫 传国至曾孙乡 武帝时为将军 姬兄奴 轰 子宗四 有罪 顽为承担 至哀帝时 乃丰参玄孙之孙 本史为平阳侯 二千户 王莽时轰 子红四 建成中仙将河北 封平阳侯 至金八侯 赞约 萧何 曹参皆起秦刀比利 当时陆路未有其解 汉兴 一日月之末光 何以信锦首管乐 参与韩信聚征法 天下既定 因明知其秦法 顺流与之更史 二人同心 遂安海内 怀阴 情不等以命 为何 参善功名 为贯群臣 生师后世 为一代之宗臣 庆流苗义 圣已哉